所以在行政訴訟的時候 本案的爭點就是說 裁決決定認為 這個 參加人 這個學校 沒有跟原告公會進行 細徵的團體協約的協商 不構成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一項 不當勞動行為是不是釋法的問題 那 法院呢 他先提到說 我這邊沒有引出來 就是說 他尊重那個 行政 就是那個專業委員會的一個 裁量餘地 他認為說 原裁決決定的認定跟判斷 都跟捐證資料符合 判斷並沒有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 不完全之資訊或與事物無關的考量 也沒有違反一般的公認價值判斷 法定正當程序或有其他違法刑事 所以 這個針對裁決委員會的判斷呢 法院會予以尊重 那麼他這邊特別 又除了講了這一句話以外 後面在針對一些狀況 有提出一些 意見 就是說 一定要具有當事人資格 才 所提出的協商 才有團體學法第六條第二項各款的適用 那麼 公立學校的老師跟 公立學校跟他的老師之間的契約的內容呢 那麼 教師呢如果組織教育產業公會 是不是都是一律的 以公立學校為雇主 要求他依據團體學法六條的規定 來進行協商 他是有疑問的 他認為要 進一步針對個別協商事項的權責 來確認四格的協商當事人是有必要的 那麼 所以這個是一個先決的程序事項 那 等到這個 這個小學呢 這個學校呢 在這個 雇主的資格被 老委會 認定以後呢 他認為已經 積極的 這個 針對這個 工會 是不是屬於有協商資格的勞方 進行實質的計算程序 他沒有杯葛 那麼 他後來又把一些人再加進去分母裡面 但是這個法院認為說 這些並不是惡意提高門檻 因為裡面 加進去以後他也被認定 認定是 那些人有加入公會 還有其他的理由 所以就是認為說這個沒有 也不是這個 違反誠信原則 那麼 就是說公會去找校長談的時候 校長有一些 說我不要看那個公文或怎麼樣 有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想協商的動作 但是 法院認為說 因為當時 還在等上級機關的一些判斷 所以不能夠就用這樣來判斷說 他就是無知當理由 拒絕團體協商 那針對那個60天的問題 法院認為這個起算點 這個起算點 是應該以這個提出協商者 跟被要求進行協商的人 各為具有資格的勞方 跟資方為前提 而可以確定的時間開始起算 那就說 一開始因為學校也不知道公會 有沒有資格 那等到他 確認他有資格 他就開始進行了 所以那個60天要從那個 他確認有資格開始起算 那最後他附帶一提就是說 現在教育部已經跟 勞委會 就後來勞動部已經達成共識了 那教室公會 跟公立學校之間 如果有協商的必要 已經有明確的規範可以 可以遵循 就不會有無謂的紛擾 那所以呢 高等行政法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就認為這個原告 這個公會之數沒有理由 就駁回原告之數 那這一件判決 我的理解應該是在 民國100年新勞動三法施行之後 第一件正面處理教師公會 團體協商的案例 那過去也有別的案例 但是有的是和解掉 那廣泛的針對協商的 有沒有這個 就是說到底可不可以找這個學校協商 然後什麼事項是他該協商的 還有工會的這個 是不是具有協商資格的怎麼計算 第一件做判斷 那這個當然 困難的問題就在於說 那到底是學校還是教育局還是教育部 他可不可以作為協商 對想當然本件是學校 那再來就涉及到 團體協商事項的一個劃定問題 誰就是什麼事項他有沒有權限的問題 這些其實不是只有學校 就是說一般的協商也會遇到的問題 那當然 教育方面的教師公會 他所提出來 到底是 因為當時教育部有提出來 是不是這個全縣市一致性 或是全國一致性事項 然後學校就沒有資格談這樣子 ag關於協商 啊 通告